大家好,今天为大家带来一堂科学课 课的名称叫做用不同的物体来测量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图片 图片中的这种测量方式呢,叫做一眨 一眨就是说,当手伸开大拇指到中指中间的这段距离 就称为一眨,一定记住是大拇指与中指的距离 因为这段距离比较长,所以呢,这种测量方式叫一眨 用手测量时啊,其实每个人一眨的长度都不同 比如说我们图片中,小手和大手一眨的长度肯定是有所不同的 孩子的手一眨可能比较短 而成人的手一眨则比较长 所以呢,每个人长度是不同的 长度不同,导致我们测量结果就是不同 所以呢,无法真实的反映我们测量物体的高度 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工具来进行测量呢 我们这里有一些选项,有回形针,有一些彩色的小霸 我们可以用橡皮,或者我们可以用小立方体 这几种工具都可以帮助我们来测量 接下来我们来选择一样工具,帮助我们进行测量 我们看到桌子和书 注意事项,确定起点和终点 也就是说在测量的时候,我们的起点和终点的位置一定要保持一致 每一个单位之间要首尾相连,一条直线的摆放 如果我们测量工具摆放的已经是倾斜 那么测量结果也就不准确 所以在测量时,不管运用什么工具 我们测量的工具一定要是笔直的摆放 三,可以利用测量纸带来协助我们进行测量 首先呢,我想测量桌腿到桌面的距离 我可以选择用回形针进行测量 同时,我想测量桌腿到桌面的距离 我可以选择用直尺或者是木棍来帮助我进行测量 回形针和木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测量工具 所以呢,不同的物体来测量桌子的长度 结果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我想测地面到桌面的距离 我可以选择用回形针进行测量 同时,我要测量这本书的长度 我也选用回形针进行测量 这两种测量工具是一样的 但是呢,所测量的物体是不同的 所以,用同样一种物体作为工具来进行测量不同的物体 这里不同的物体指的就是桌子和书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物体 那么测量结果能够比较出不同物体的长度 比如说,桌腿到桌面的距离有十个回形针那么长 而书的这一边到那一边只有五个回形针那么长 我们可以很清晰的得出结论 桌腿到桌面的距离要长于这本书的长度 所以说,同样一个物体进行测量的时候 是可以测量出哪一个比较长,哪一个比较短的 接下来,我想测量桌腿到桌面的距离 我选择的是用小木棒 而这一边,我想测量书的长度 我选择的物体是回形针 我们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 测量物体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椅子和书 测量工具也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小木棍和回形针 用不同的物体作为工具测量不同的物体 测量的结果不能比较 不能比较出桌子很长 不能比较出是桌腿到桌面的距离长 还是书的距离长 因为这是两种完全不相同的物体 测量工具又是两种完全不相同的工具 所以无法比较 那我们想一想 用物体和手来测量物体的时候 哪一个更准确 比如说我们用直尺测量书的长度 和我们用手一眨一眨量书的长度 哪一个更准确呢 或者我们想要测量桌面的长度 我们是用小正方体测量的更准确 还是我们用一眨的长度测量更准确呢 当然是用工具测量的更准确 直尺上是有明确刻度的 所以测量的时候结果极其准确 而用手作为测量工具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的手的一眨和一眨之间 可能会有一些空隙导致测量结果不准确 接下来我们得到结论 物体的长度不变 也就是说 从桌腿到桌面的距离一直是这个距离 但是呢 用测量工具的不同 所导致每次测量的结果所不同 而且不同的人用同一种物体测 他测出来的结果也会不同 如果这个人用一眨一眨来测 另一个人也用一眨一眨来测 测出的结果也会不同 因为每个人一眨的长度不同 所以导致最后结果也会很不一样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要为大家留一个作业 今天的作业就是 请你用不同的测量工具 测量一下家里的家具长度 比如说 我想测量今天家里衣柜的高度 衣柜从地面到上面 它的高度是什么样 我先用直尺来测量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我再用小正方体测量 长度是什么 高度是多少 我把它记录下来 我还可以用手一眨一眨的测量 测量结束后也记录下来 最后对比结果 看看同一个人利用不同的工具测量 结果是如何 我们也可以测量一下其他的家具 比如说柜子 比如说桌子 多次测量后 大家也就明白 其实用不同测量工具 测量同一种物体的时候 测量结果也是不同的 好了 今天这节课就到这里 赶快去测量一下吧 再次测量一下